就像往常一樣 來到自助洗衣店洗衣服 但一聽到指揮中心公布的消息 完全措手不及 本來還認為感染風暴 都在掌控範圍內 現在指揮中心也不得不承認 這是飯店群聚感染 消毒作業從機場到市區 通通仔細消毒 因為確診者足跡遍布桃園鬧區 知名法式甜點店等等 確診者案一一二七 曾在二十七號到店內用餐 雖然店家強調平時都有消毒 但有醫生就說 這根本是其中測驗 諾富特飯店從案一一二零 一路再延燒新增案一一二七 一一二八一一二九 為了讓民眾注意可能的接觸史 其中案一一二七 曾到桃園中立環北路的甜點店 自助洗衣店 以及實踐路的日式餐廳 案一一二八 二十八號則搭乘703公車 到中立車站旁的按摩店 以及四海遊龍用餐 全都集中在中立鬧區 風暴恐怕再擴大 只是其中自助洗衣店引發關注 因為洗衣機確診者使用後 不少人擔心會成為傳染媒介 醫師認為需要注意的是 同一時間曾一起在洗衣店的民眾 因為洗衣機洗過之後 病毒殘留比較少 反而是按鈕或是把手才得要當心 會減少出門嗎 會 一定會 這附近這一帶應該就比較會 吵出門 雖然大家反應都很冷靜 但再度掀起的群聚事件 範圍可能比布桃再更大 只能一再提醒防疫真的不能鬆懈 因為這回真的考驗消毒工作是否落實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